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华严经的十回向品 第六 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 请大众翻到465页 在这个第六个十回向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把我们前面所修的一切的发心 以及实践的一切佛法能够更巩固 那扩大这个范围 所以重行启愿 重行启愿 那重行启愿呢 我们就是用回向的方式来把这个心可以扩大 那我们知道回向有很多的意思 回因向果 所以所有的耕耘都要有收获 那让这个最后呢 能够真的结实累累呢 那一定必经整个细致的耕耘的过程 能够无微不至的去照顾 但是最后一定会丰收 那如果我们修行也是这样 在这个因上修行 这每一个层次 每一个身口意的发心 起心动念都能够细致的去照顾到 这样子的细节 那自然而然呢 他就会在这个果报上呢 成就一个圆满的果报 所以在这边呢 就说佛子云合为菩萨摩赫萨 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回向 这是第六个入一切平等 这入一切平等 一切是什么 什么叫一切 就是随时随地吧 那随时随地呢 所以事无大小 那也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的地方 因缘也没有 也没有所谓的大或者是小 我们这一次去西安 那刚好随行呢 有一个那个加拿大来的一个人 就一位团圆 他是我们团圆的眷属 那他没学佛 所以他就问啊 他说师父啊 你那个tempo在哪里 你的tempo叫做tempo 还是monastery这样 那我就说 这个你是觉得tempo比较大 还是monastery比较大 他说他也不知道 因为有每个人讲tempo 有是一个人住的 也有百人住的 也有千人住的 所以呢 他说他都搞不清楚 到底tempo 一个每个人都说他有一个tempo 那他去那个埔里的时候啊 他发现原来那个埔里那个地方啊 有非常多 人在闭关 闭关是一个茅棚 这样子也叫tempo 那我告诉他啊 我们在西安这个中南山啊 据这个美国一位这个居士学者做调查 在中南山区啊 有至少有五千个人在里面 有五千处 这种茅棚在里面修行闭关 那他一听呢 就非常震惊 他说到底这个tempo是用人 还是用那个地点 用那个处所 那事实上处所 其实你如果平常啊 没有人在里面修行 他就是只是一个处所 一个空房子 但是当有人在里面修行了之后呢 他就变成叫做道场 是不是 所以各位 你家里面本来只是普通的家 他开始修行之后 就变道场了 所以你们家也可以当tempo 只是大部分的时间呢 我们在家里没有行道 没有修行 所以呢 他就还是一般的 这种集会所 所以我们说 菩萨修行呢 其实叫做在在处处 没有分大小 没有分时间 所以他这边讲说 入一切嘛 一切就是随顺一切 随顺一切的因缘 来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叫做随顺一切的因缘 来兼顾我们的善根 所以这一品呢 非常长 他举很多例子 那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 不管是你要布施车子 布施你的食物 或者是布施我们的时间 布施我的才华 布施我的眷属 布施我的地位 所以我们身边呢 有很多 自己原有的资财 你愿意去布施 他就可以成就 我们的善根 所以呢 这个我们上一次呢 就是看到这个 若见如来 初心于世 开眼正法 所以 佛陀出世啊 有个地方呢 有法 有一尊佛 来开眼正法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要怎样 要奔相走告 奔相走告 这我们上一次有提过 就是佛陀能够在这个世间说法 刚开始呢 没有人知道 佛陀自己一个人默默在修行 那他身边的人呢 也都离他而去啊 因为大部分的人 刚开始不知道修行是什么意义的时候 都看一个人的行为嘛 那一开始呢 佛陀他出家的时候啊 他去修行 那修行就是 总是要找现 当前最流行的 几种修行的方法 那所以呢 他学习这个四禅八定 学了之后 发现不够究竟 不能彻底的解决他的烦恼 也不能解决他的内心当中的疑惑 所以他就 开始呢 去选择修这个苦行 那修这个苦行啊 日食一马一脉 大家都做不到 他就做到了 而且六年 长达六年 所以有的人呢 看到哎呀 这么苦 受不了 不能修 那有的人呢 是看到这么苦 这么厉害 我也要来修 是不是 所以同样一种修行呢 有人相应 有人不相应 但就到最后呢 佛陀他发现 即使是这样折磨自己的身心 到极致 都还是不能够彻底的解决 他内心的疑惑 所以他是从始至终 不管他以什么形式在修行 他都非常清楚知道他为什么 所以这个 这个佛陀的这种修行的历程 他可以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目的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修行 你只是臭臭热闹 你到最后 还是不知道你 这个修行到底有没有成就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从佛陀的故事来 反观自己 到底为什么 那他就会 真正的找到你自己的 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目的 就是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 那同样的 就像我们说 这一次我们去西安 有人是要去玩的 他要去玩呢 那这种心情不一样 那就有人说 为什么都没有去玩的行程 对不对 我们全部都是去 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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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去15家 15个道场 那15个道场呢 其实这行程 满满的完全 一般旅行社是 他看到这个行程 说这不可能 就是叫做不可能 但是呢 因为我们没有 让旅行社带着我们跑 所以我们就 想办法把不可能 变可能 那这个过程呢 就 你如果 你的目的是 为了要 参礼道场 去听法 听闻佛法 你会觉得 哇 这个行程非常充实 但是如果你的心情 是想要去玩 好不容易我出来 我就是要休息 睡到自然醒 我们每天早上都是 5点较早 这样 是不是 晚上呢 8点才吃到晚餐 那回到 还有 还有两天呢 是到2点才到旅馆 那昨天是2点半才回到家 那 如果像这样子 你就会 就会觉得 哇 这个根本就是 哪有这么辛苦的行程 可是 难得出来一趟 如果能够排得满满的 不是很 不是非常充实吗 是不是 好 那 我们自己在家 如果平常就已经 很精进了 因为我们这一团呢 有十几位法师 其实呢 5点起床 没什么嘛 是不是 我们平常都3点多起床 这没有什么 可是一般人呢 他是已经睡到10点的 他就觉得苦不堪言 所以一路上都浑浑沉沉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从这个 这种发心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不同 但是呢 佛陀他也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成就的 那他为什么跟别人不同 他看起来跟别人一样啊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选择 也跟着大家一起修行 也不是一开始就 哇 我要自己一个人 我要很清楚知道我的路是什么 但是当他非常知道 他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修行 都会回到他自己的 最初的那一个起心动念 所以当我们听闻佛法了之后 你了解觉悟是我们自己本来就具备的潜能 那你就会希望能够让自己早日觉悟啊 因此呢 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这佛法难闻 佛法可贵 你就会发一切的机会 发一切的心呢 来劝一切众生 赶快来能够听闻佛法 难得 所以德文佛名舍离一切我慢戏论 然后劝导 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 能够见到佛 能够攀缘佛 是不是 我们如果不攀缘佛 我们都攀缘什么 攀缘五欲六成 色身香味处 是不是 所以有人说 哇好好吃哦 是不是 他的心就是想办法要吃好吃的 那有的人喜欢好看的景色 那有些人呢 是喜欢听到美妙的声音 不管是色身香味处法 你在佛法当中 其实都可以找得到 只是佛法的色身香味处法 是菩萨度众生的一种方便 所以菩萨 神通变化 让众生能够感受到呢 原来啊 你不用离开这些色身香味处法 而能够怎样 成就无上正能正确的功德啊 所以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啊 那不知道说佛国净土这么好 因此我们在攀缘的时候 就会去贪着这些粗鄙的 不究竟的法 那现在呢 如果懂佛法之后啊 好我们也是这个就是 无上法味 是不是 吃的也是无上的妙味 就像我们说 我们去西安吃餐厅 但是呢 我们到道场去呢 可能只是一碗罗汉粥 是不是 这个罗汉菜全部都放放在一起 可是呢吃完的人都说奇怪 啊明明没什么 怎么觉得这么好吃 是不是 就是很简单的食物 可是他觉得很好吃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呢 还经过了很多的仪式嘛 这边唱 然后唱唱唱 一边看着菜 一边唱供养佛 供养法 然后唱到肚子饿了 还要一直唱 是不是 然后等到呢 真正的唱完了之后呢 哎呀你吃了这一口 你就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是一个师傅呢 抬着那个桶子啊 一碗一碗盛给你的 是不是 那你何德何能 你都快要跪下来吃了 是不是 那所以当我们这集体的 在这个地方 以公尽兴来吃的时候 这个菜就变得人间美味 对 你在家里面呢 虽然也是很好吃啊 可是看到跟你一起吃的那个人 一肚子活啊 所以你就吃不下去了 所以呢 你说 同样是吃 到底好吃是因为菜好吃 还是你的心好吃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有法的时候呢 所有的一切妙法 都可以让我们满足色身相慰处的享受 而且不执着 但是如果呢 我们不知道还有法 那么色身相慰处只是让我们更加贪着 那求不得也是很苦啊 所以呢 令意念佛 令归向佛 令攀缘佛 令观察佛 令赞叹佛 所以当我们呢 用各种管道来学习佛法的时候啊 那你的这种殊胜的心就会被启发 清净的心会启发 所以他这边讲 众生由此得见于佛 生清净性 是不是 就生起一种欢喜的心 踊跃欢喜 尊重贡仰 好 所以这边呢 就是在讲说 诶 见佛的时候 善根回向 那见佛的时候 善根回向了之后呢 诶 那我们说这个 接下来他就讲 要布施这个大地 布施大地 那布施大地呢 就是有可能提供这个场地 让所有的人来听法也可以 来这个做慈善事业也可以 或者是就是布施出来 来提供大众的一个庇护所 这个也都可以 所以这是布施大地的部分 那还有呢 所以这个布施同仆 布施同仆 就是我们有时候呢 不知道 这个自己在这个 就是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个人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 你必须要有很多的助手 是不是 那你说 有的人 他是一个人 故障难鸣 所以如果呢 诶 这团结力量大 每一个人都愿意出一份力 那即使你是 以同仆之身 那还是呢 在这个 尽力的过程当中 能够出了一份力 所以呢 如果有的人 他是 诶 这家里面有很多的财富 因此呢 家中有这些同仆嘛 那这种同仆呢 为什么他可以使用 因为当时在这个印度那个时代 有这种阶级制度 那他本来就有一种人 他是属于同仆的这种身份 那同仆的身份 他就是配属在 这种婆罗门阶级 差地利亡种阶级 那这样子的阶级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社会结构 所以有的人说 诶 怎么可以把 这个没有人权 把这个人 当做物品一样 摆卖 那其实事实上呢 我们呢 也是一种 另外一种形式的同仆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诶 政府官员是人民的什么 公仆啊 是不是 好 那你要当仆人的这种心态 才是真正 有服务的精神 可是呢 我们大部分的人 听到同仆就觉得 哎呀 那个就是卑贱的 这个人种啊 那你的心当中呢 对这种同仆呢 其实没有一种恭敬心 所以可以任意的使唤 但是事实上呢 当我们 是以平等的心 来观察这些同仆 来看待这些一切的众生的时候 他也是一种菩萨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今天呢 来供养的 就像我刚才讲 过堂 我们在吃饭 结果是一个大和尚 来帮你添饭 你那一口可能吞不下去 是不是 可是如果是一个服务员 他来帮你服务 你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心啊 比较安心 是不是 所以呢 当他要来供养的时候 他就现同仆生 那当我们要布施的时候呢 在当时的这种社会啊 同仆也是一种财产 所以他把这个财产呢 拿出来 把这个人呢 拿出来 来供养一切诸佛 那不是说 哎呀 佛也需要人服事 不是 就是给一个机会 让大众呢 能够有机会去供养 那不失佛 不失法 不失身 或者是呢 供养父母 那这是福田嘛 这是福田 所以这八福田呢 就是 就佛 就是敬田 让我们生起恭敬心 佛法身 是这种恭敬的田 就是可以植福田 那父母亲呢 是对我们有恩 所以是这种恩田 好 那这个病苦的众生呢 是很可怜 所以你要去照护他 叫做悲田 会启发你的慈悲心 好 那这三种田呢 都是可以增长 我们的福德 那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 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可以让我们 长养我们的善根 好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供养的机会 那或者是呢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同福可以做什么 守护如来塔庙 救廟的廟宫 有没有 他每天就就顾在那个地方 然后来照护 这个家 这个 这个 这个寺庙 所以我们 这次去这个草堂寺 这个西安有个草堂寺 这个草堂寺 是纠摩罗什大寺的舍舍利 所在之地 那既然舍舍利在那个地方 就是纠摩罗什大寺 当时 在这个长安 在义经的时候 汇聚了三千多位大德 在那一块土地上 就在那边 义经 所以我们的金刚经 法华经 阿弥陀经等等 都在那个地方翻译出来 所以当时呢 有三千多的法师 汇聚 但是现在呢 那些法师都去哪里了 那些法师没有了 就往生原籍之后呢 就随意的就埋葬在那一块地底下 所以那个师傅啊 他在这个三十年前 就发现了那附近的农民 随便一挖都有死人骨头 怎么这里有一个骨头 那边也有骨头这样 那后来呢 他经过调查之后呢 就发现 哇原来那一块地 是骨翼场所在 那骨翼场所在那么多 这个这么多的骨头 如果呢 像敦煌这样 被发现了 那惨了 这些骨头都被抢走了 是不是 就很快呢 这个地 就有很多 这种要发展观光的这种集团 就一直想办法 觊觎这一块地 那法师就想办法 去怎样 要去维护它 要守护这一片土地 那可是呢 现在就只有剩下 少少的几个人 那我们的那个 草堂寺的住持法师啊 他的心呢 就是非常的坚定的 我就是要守护这一块地 为什么 因为他的师父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也是用这种精神 即使是红卫兵呢 事以毒打 事以种种的虐待 他死都不要放 这个守护这一块土地 也绝对不把这个市场交出来 结果最后呢 他的师父就在原籍的时候呢 活化之后是全身的舍利 这一次我们的团员都看到 那他的这个弟子呢 就继承师父的这种守护道场的精神 那同时呢 就有一个老太太 这老太太呢 那是从他的师父的那一个时代 就守护这个道场 到这个时代 他还在守护 头发都花白的 那他呢 就发愿他要终老 在这个道场当中 他说他还要 已经守护了三十年 他还要继续在守护三十年下去 那他呢 这种人呢 就是发愿来做什么 就守护如来塔庙 就守着塔 守着这个庙 前前后后呢 就是都是他在关心 在打理 那我们看到的就非常感动 就是因为 这种守护道场的精神 是非常不简单的 因为这道场所有的事情 都要巨细米遗的去维护他 要去照护他 那可能你为了要忙 忙于建设道场 守护道场 你可能没有 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有自己修行的时间 可是这个也是一种发心 也是一种发心 所以 或为守护如来塔庙 或为疏持诸佛正法 是不是 有人是要专门是书写 写经 所以我们说 要 这个 我们去敦煌的时候 在敦煌石窟里面 他这个里面 可能过去 一千多年前 就有人在那个里面 就住了一辈子 是不是 然后就把这个壁画 呈现出来 但是出土了之后 因为氧化的很严重 所以很快 这个壁画都会衰败 就是就氧化掉了 颜色就变掉了 或者是那个石壁 就剥落了 所以这个敦煌研究院 就全力的在抢救 可是抢救的速度 远不及毁坏的速度 所以就有人就发愿 他要去临摹 把这里面这壁画 全部都临摹 临摹下来 将来要恢复的时候 要复原的时候 就有一个 能够有一个依据 可是 这个我们的 这个居士 他在这个研究院 去研究院里面 去做研究员的时候 他就刚好 碰到一位临摹的大师 他刚好 为一个石窟 临摹即将到尾身 最后要告一个段落 要完成一个石窟的临摹 他就去问 老师 您在这里 这幅图 临摹多久 他说 这个算是 不是很长 十年而已 所以 一个石窟 他临摹了十年 所以 在敦煌 就有很多人 他是这样 终其一生 就守护在那个地方 就为了维护 这个 佛的 遗留下来的 这个佛经 或者是 遗留下来的 这个壁画 或遗留下来的 这些佛像 那还自于这些 开凿的 这个洞窟 所以我们说 要把这个佛法传承下来 佛陀当时是没有录音 说法没有录音 也没有录影 都是大家听了就算了 对不对 听完了 他就证到阿罗汉 那这阿罗汉就自己得度了 可是呢 如果阿罗汉都自己得度 他没有再继续把佛法传承下来 就仅止于他自己自得法乐 但是如果呢 有人听完之后 愿意怎样 愿意复述 把佛陀的法呢 继续再传播下去 但是传播要怎么传播 还有些人是要用听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 非常清楚的 听到佛陀的教法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以而传而啊 为什么 因为他听完之后 就加了自己的意见下去 所以为什么佛陀 这个佛法 他在结集的时候 阿难要讲 如是我闻 因为他要原汁原味的 不能够搬动一个字 就像我们现在在叫这个华严经 这华严经呢 我们要依据的版本啊 有很多人他就读读读 他说师父 这边不太顺 这个字应该要改成另外一个字 我说 很好 你应该要改成另外一个字 那我们去查一下 那查一下 那要查什么 要查流传下来的藏经 那如果当初那个藏经 在教稿的时候 那个人他也 结集的人 也依据他自己的意见去改呢 是不是我们后面的人 不知道我们就会照着 他改动的 那个意思 以为这个就是佛陀所传的 所以我们在传承佛法的人 一定要有所依据嘛 那这个 大家设在结集佛经的时候呢 他就是知道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他要既然要传要传佛陀的教法 而不是传自己的体会 那所以呢 他在结集他就找了全部都是阿罗汉 因为阿罗汉挣到那个果位之后 他就没有我值了嘛 还没有增到果位之前呢 他这听的佛法呢 他都会自己创一个 有没有 所以就是会有自己的这个创造 因为人有我见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比较好 那为了要表现自己的高明 人家说四帝 他就说没有要五帝 对不对 人家三十七柱道品 他就要加一个三十八 他觉得自己比较厉害 那这是这个是世间做学问的方法 所以我们来写博士论文 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 可以自己创造 可是呢 佛法就是要跟佛一样 佛陀不怕你仿造 最好完全copy 是不是 他不会告你的啦 那这个就叫如是嘛 为什么 因为这是修正 修正的历程 什么叫做正 就是他本来就是到 你修到这个程度 他就会有这个结果 修到这个境界 他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他不会有其他的路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说 奇怪 我为什么遇到的问题 翻到佛经呢 都可以找得到答案 为什么 因为虽然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可是啊 每个人的经历好像不同 但是解脱的路是一样的 所以菩萨叫做同生啊 有没有 我们叫同生极乐果 你到的极乐果 跟他的极乐果 不会是不一样 不会是不同的极乐果 他的状态都是什么 烦恼解脱 然后诸根清净 六根清净嘛 所以都是一样的境界 那只是说 我们的烦恼 所呈现出来的 相状不同 有人是因为某些人的烦恼 有些人是因为色身的烦恼 有些人是因为什么 这饮食的烦恼 每一个人烦恼的相状不同 可是解脱了之后呢 这个同一法位 因此呢 我们要了解 佛陀的法叫做解脱之法 你修了一定有一样的效果 不会说 哎呀师父我们这种根性不好 可能会不会解脱一半而已啊 不会有这种事情 会解脱 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解脱 不管你是什么根性 佛陀的弟子里面也有外道 也有魔 也有淫女耶 是不是 然后也有奴婢 所以众生是平等的 就是修道成道这件事情 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 而对待自己 对待他人会有不平等 那其实是自己性身障碍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叫书持嘛 书就是要书写 把佛经做一个正确的记录 记录下来之后呢 还要怎样 护持 受持 实践 所以书持诸佛正法 以百千 义 那由他谱 使 随时 几师 那既然 你看 当时呢 在这个三千个 三千个法师的这种异常啊 那法师是忙着在翻译啊 是不是要有人帮忙书写 那这些书写的人 他可能刚开始是不懂佛法 他只是因为他的书法很不错 他是写 写字这个叫超经元 是不是 那这些超经元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书童来的 所以过去这种 这种什么 书生啊 在读书 他是不是旁边就有一个书童 但是书童有的是帮忙磨磨的 但是偶尔呢 他也要帮忙 做一些疼写的工作 那这时候呢 如果呢 你看 你生以为这个书童 还被主人布施去写佛经 最后呢 你开悟要感谢谁 是不是 写一写 哎呀 我怎么开悟啦 我要感谢把我布施出去的人 你如果说 这个布施呢 只是去做一些 这个其他的 不同领域的工作 那结果就会不同 所以呢 当同仆 也是有的是菩萨来 成愿来示现 当同仆生的 好 所以呢 这是这个 这个菩 这种菩人呢 你怎么可以知道说 他是菩萨再来的 好 这个菩师呢 就是聪慧善巧 第一个聪明 然后又善巧 就是他很懂得做事 做事做得很好 然后性质调顺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其实呢 如果一个人啊 是有这么好的 这种特质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 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好 那员工是不是 是同仆吗 有时候是老板是同仆 所以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现在有这种 仆人式的领导 是不是 领导用仆人的心情 来做领导 他就是为大众服务 好 那不管你是 什么角色 你都一定要 聪慧一定要嘛 善巧也要慧啊 那重点是个性要好 性质调顺 好 那个性好 又聪明 又会做事 但是懒惰不行 还要精进 对不对 好 那还要有什么 同理心 所以这同理心呢 就是菩萨的心的啦 好 所以因此 如果你有这种特质 你即使是同仆 你是不是菩萨 还是菩萨 只是献 菩使身 所以呢 这是菩萨的一种 清净的业 是菩萨呢 就有五种智慧 叫五明 第一个就是 他佛法一定能够明白 在佛法呢 不是说他会 讲这个佛学的名词 所以佛法呢 他就是 他调伏 烦恼的能力很好 他面对挫折 他能够有 很快的一种调伏性 那这种调伏性呢 其实有很多人 他的心性 所以刚刚开始 就是前几天 有遇到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刚刚进社会 他做艺术家 是艺术领域的 那结果呢 他就跟着一个艺术的老师 那这个 这个艺术家呢 他专门就是做这种工灯 所以他就在帮这个大师啊 在帮忙呢 挑选 帮客人 就是客制化的这种工灯啊 那结果呢 他就很挫败啊 他说 哎呀我挑的全部通通都被退货 那我说那你是挑什么呢 他说我挑的灯啊 这五盏都是绿色的灯 我说绿色的灯 谁要买呀 是不是 他说很美呀 师傅你看 我翻给你看 很美 没错 很美 可是灯是绿的 这个通常是什么 哦 是不是 鬼片里面会出现的场景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放在家里呢 你虽然是灯很美哦 那个开起来 透出来的是绿色的光耶 是不是 那绿色的光 当然 也许有的人是特别喜欢 可是呢 你如果是要在生意的场合 你要在这个 自己的家里 是不是 这个色调呢 你就会 必须要考虑一下 好 可是呢 这年轻的小姑娘呢 她 她是 她的着重点在哪里 在美感啊 是不是 她觉得这个很美啊 好 那客人呢 把她全部退货了 她觉得客人怎样 没眼光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这就是叫做什么 社会不适政 是不是 你不能理解大众的心理 所以呢 菩萨呢 她要 第一个就要具备有这种智慧 能够了解众生心 你不能了解众生心 你都嫌人家很俗 是不是 那你就很高调 是不是 那事实上呢 其实是 这种美感是有不同的美感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 你要能够了解 每个人的美是不同的 所以每个人的欢喜是不同的 所以第一个 菩萨一定要有 能够理解 众生的这种 烦恼 众生的这种各种不同 根性的这种智慧 这叫内鸣 内鸣 就智慧嘛 要能够知道 知道大家的问题 他的烦恼是 怎么去呈现的 然后才能够解决 你没有解决烦恼的能力 自己起烦恼 就赚不过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要会一些技能才华 譬如说 要会工巧 工巧可能包括 以前是什么 天文 历史 历数 算计等等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可能譬如说 你会开车啊 你会煮饭啊 或者会使用电脑啊 会某一些技术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华 那你会使用 就像有人呢 他很会用手机 有的人就很不会用手机 是不是 那这手机也是一种工具 那如果你都不会用 可能在这个领域呢 你就会产生了很大的障碍 所以像有的人 有这种电气恐惧症 他只要看到电气 他就是头脑自动一片空白 是不是 那是有一个 我们以前有一个居士啊 他是专门在 在维护我们的音响的 那我们就有一次 有一个法师就很紧张啊 他说 师父啊师父啊 那个 那个音响不能动了 毁掉了 那毁掉了之后呢 我们刚才就赶快请那个居士 千里迢迢跑过来检查 结果他在最后呢 他说师父 你们不要再折腾我了 根本没有插电 不是坏掉 是没有插电 是我们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机器很害怕 所以呢 很基本的操作呢 只要他不动 你就会觉得他坏掉 这样 那所以呢 叫公巧 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概念 好 那那这是公巧 算术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 这是算术啊 你要会精算 否则你这做很多事情都会亏本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个算术 那公巧算术 谜不通达 所以这是公巧名 那还有会一点一方名 一方名 我们这次去敬夜市 那个住持师父 叫本如法师 他跟我们开示 本来说要讲一个小时 结果后来讲了三个小时 越讲越精彩 大家都舍不得离开 那他就说呢 这个大家都说 他是狮子法师 为什么 因为他养了两头狮子 那两头狮子是真的狮子 那为什么会养两头狮子 因为他会医术 医术 所以呢 这两只小狮子呢 是快死的时候呢 就送给他 叫他医啊 结果呢 那个狮子 幼狮很小很可爱啊 他就把他医好了 医好之后就变他的宠物 那两只呢 就一直跟着他 跟前跟后 跟前跟后 就他左右护法这样 然后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是不是 可是呢 他小小的时候 小狮子很可爱啊 那他就每次 他到哪里 这两只狮子就跟到哪里 就来了一个姓仲 他的姓仲是一个美女 角色的美女 然后他天性呢 就喜欢动物 但是呢 他喜欢的动物是那种 这个小白兔啊 然后呢 兔宝宝啊 然后呢 那个什么 绒毛玩具的那种动物 就是他喜欢抱那个抱枕 动物抱枕这样 所以他一来见师傅啊 他看到两只抱枕 他说 哎呀师傅你也有 你也有这个啊 怎么会有这种造型的 狮子抱枕呢 要去哪里买 他很开心 然后他就马上呢 要靠过去 想要摸那个抱枕的时候 突然那个狮子呢 就对他 好这样子 然后他说 这是真的 结果就昏倒了 他就以为那是抱枕 结果就昏倒了 昏过去 然后师傅会医术嘛 赶快去掐他的人钟 这样 他就醒过来 醒过来 看到那两只狮子 又昏过去了 所以 连续昏了两次 从此之后的 这师傅就说 哎呀 这两只狮子 已经不宜久留在他身边了 太危险了 因为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狮子 其实是有攻击性的嘛 那如果 如果再遇到这个问题 可能 他会攻击谁 都不知道 那所以就把他送去动物园 他呢 因为会医术 所以呢 各式各样的 这个奇珍异兽 只要有问题 都送到他的手上 他都会把他治好 我说师傅 你是学兽医吗 为什么都是 但是人也会 他也会治疗 所以这个医方明 其实是一种 这种医学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如果知道 自己的身体的 这个生理的状态 这运行的状态 四大平衡的这种原理 基本上呢 修行的法师啊 多多少少都会了解一点 这种医理 医术之理 这样子在这个修行 四大不调的时候 都会自己去处理 或是你看 深山里面的法师 他为了 如果每个礼拜 都要下来看医生 他不用修行了 那如果呢 这个病得快死了 怎么办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 在这个整个 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要懂一点 略懂一点 医理 因为医理是 配合天性 这种自然的道理 事实的道理 所以我们就会 这个明白这个道理 那这样声调 心也能够调 好 那再来呢 还要会什么 声明 音声的声 声音 你要能够懂 懂什么 懂语言 所以语言的表达 有各种不同的语言 那不同的语言的表达方法 它会有不同的语境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能够理解 英文 法文 德文 现在是各种不同的语言 那你就可以有这种 多一点的 机会 可以广度一切的众生 或者是呢 这个 音声的 音律的表达 有人他可以 用唱诵的方式 来弘扬佛法 像这个马明菩萨 他就是非常了解音乐 所以他这 勇唱佛法的方式呢 度化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呢 这是音声 这是声明 那还要呢 说话不能颠三倒四 所以还要有逻辑的概念 叫做音明 音就是音国的音 音明的概念 所以 这说法呢 层层的 就是讲话要有逻辑性 否则呢 一下子 这个 这个讲话呢 文不对体 或者是自相矛盾 都会让人产生一种疑惑 所以呢 就是要有这几种明嘛 所以 内明 然后一方明 公巧明 还有音明 还有声明 那菩萨呢 就具备了这五明 就是叫智慧 明就是日月明 就是有智慧的意思 有的这个智慧呢 叫做谜不通达 万事皆懂 万事皆通 那这时候呢 就很好用啊 是不是 当你很好用 你情情书画 无意不通 是不是就是很好用 那很好用 给谁用 给一切众生来使用 叫善能公事啊 谁跟你在一起 就可以呢 得到很大的欢悦 愉悦 所以 月可其心 月可其心 就 让他生起一种大欢喜心 菩萨耳食 以诸善根如是回向 所谓 愿一切众生 得调顺心 所以 不是同仆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啊 自己也 自己也可以 以同仆的心 以仆式的心 仆义的心呢 来供养一切大众 所以 叫做服务精神啊 所以 有时候呢 你看我们在 这个道场里面 就会发现 在道场里面 好像那个身份地位 不太一样 那身份越高的呢 都喜欢去做 那个越没有身份 在社会上呢 越不能够显出 他身份的工作 所以以前有一个 这个公司的老板 后来他就专门去道场 去做什么 去扫厕所 是不是 所以后来呢 就变成流行 就是变成流行 就是 叫做厕所哲学 那还是专门呢 就是训练这些大老板 去扫厕所 那这个不是训练呢 他是要有什么 要愿意去做 这个最基础的 清洁的工作 他就可以呢 调伏自己的傲慢性 是不是 那如果呢 你什么都能做 你可以做雷手 也可以做豆腐 那就很好用 那很好用呢 你要很庄严的时候 你也可以庄严的起来 台得上 这个能够 能够上得了台面 那如果呢 你必须要怎样 要默默无闻的 在这个大疗工作 也没有人知道你 那你也可以像六祖大师这样 八个月无人过问 可是最后他成就一代的大师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次菩萨 他就能够呢 可生可说 可进可退 所以呢 说希望一切众生呢 能够在把自己生命 布施出来的时候 那你要布施 要布施 真的能够利乐有情的 而不是说 诶 师父 我家这个 玛利亚 很不乖 送去给你 我们也不敢收 是不是 等下到我们这个 到场来 来捣乱怎么办 所以呢 要能够真正的发心 能够的 能够帮忙 帮得上忙 那他才是真正的 是一个 能够 广度众生的一种工具 是我们把自己 当成一种工具 那这工具要很好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 下面的部分 来 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那个 叶数太后面 应该是四四九页 刚刚讲那个同仆 那个是四四六页 四四六页 就是布施同仆 布施同仆 那再来呢 我们看四百四十九页 四百四十九页 菩萨摩赫萨 以身布施 就是你布施别人呢 当然就是好像比较容易嘛 但是你连自己都愿意去做布施 自己的身都亲自来供养 来一切的这个需要的人 需要的人叫骑者嘛 那布施朱来骑者 那这个布施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三种心态 第一个就是一个布施的心 就是你愿意布施 用供养的心 就不会有傲慢心 因为布施的人 可能条件是比较好的 不管你是 有比较有智慧啊 或者是比较有利器啊 或者是呢 比较有钱财啊 比较有势力 但是你如果是以这种施舍的心 去做这种布施的话呢 就比较可惜 因为这布施丸会产生傲慢心 所以那时候梁武帝 他就是因为做了大布施 大功德 但是呢 他起了傲慢心 就觉得自己做了了不起的大事 那菩萨呢 这个布施的心呢 要什么 要生千下心 生如地心 就像地一样 什么叫地 就是任何 你在布施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任何的委屈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领受你的布施的 那如果呢 遇到任何的挫折 委屈 你都能够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 那这个就是啊 一种这种发的一种 坚固的布施心 所以布施的心很重要 能布施的人 还有布施的对象嘛 布施的对象 你把对象当成什么 所以刚才我们讲 对象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是这个 让你升起恭敬心的 尊敬一切的修行 的法则 或佛 法僧 或所有的修行人 或者是呢 对你有恩的 你当然会想要布施啊 想要供养 那还有一切可怜的 让我们升起 慈悲心 怜悯心的 所以这是对象 所以能布施的心 对所布施的对象 以及呢 你布施什么 所以布施什么 是不是有包括 布施财 财物 财物呢 有可能是内财 我要捐器官 器官捐赠 有可能是外财 捐房子啊 捐土地啊 捐自己的车子 捐钱财 那这是内财 跟外财 或者是呢 你布施你的智慧 是不是 多讲一句 解开他人的疑惑 叫布施法嘛 有时候呢 这个有时候 人在彷徨的时候 你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 他的心里面呢 就有了一个 很清楚的 可以去思考的 努力的方向 那或者是呢 有时候 你什么都不能给 你只能给他勇气 所以给他安慰 这是叫什么 叫无畏师 所以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师 我们说 重新再出发 有时候呢 你说 哎呀 大家在旁边 一直加油加油 加油能够怎样 也不能帮他 可是帮他打气 帮他加油 他就可以更快的 找到自己 重新站起来的动力 所以呢 这个布施的物品 就有包括 精神上的 有包括物质上的 那不管是 精神上物质上 你的布施呢 就要升起 最重要的 在这个地方特别讲 我们现在才 以身布施 就是财布施嘛 就是我们 以我们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生命 那布施的时候呢 你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升千下之心 因为对象是谁 对象是起者嘛 有时候我们听到乞丐 就觉得 哎呀 看不起人 但是呢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这个乞丐 其实是菩萨来的 也是有可能 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看不到 那为什么菩萨会知道 因为菩萨的平等心对待 所以他没有高下 那我们呢 能够呢 从对于最卑贱的人 都能够起一种尊重心 那你对于高贵的人 一定就不会有这种分别心 可是你会看不起 比你还要没有成就的人 比你还要愚笨的人 比你还要丑陋的人 你就会对于这种什么 一切众生的这种分别心呢 他就会升起一种很不平等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这个升如地心就是要平等 为什么 因为大地啊 什么众生踩在地上 他都是平等的承受 他不会说 你是有钱的 我这个地就变软的 你是 你是这个没有钱的 就给你坎坷 荆棘 没有 所以都平等的 所以他讲呢 这个忍受重苦 无变动心 要有这种所有的重苦都出现 你的意志力还是坚定不移 所以我要广度一切众生 你这个众生难调难辅 你自己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但是如果说 哎呀我们要广度众生 结果遇到一个众生呢 刁难你 给你很多的挫败 你就放弃了 那就表示你并不是真诚的 要广度一切众生 那个只是呼口号而已 所以呢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会变动你的发心 那就是真发心 生己事众生不贫贫心 所以 这是能够供养一切大众 不会疲劳 不会疲劳 也不会厌烦 生余诸众生犹如慈母 所有众善吸回与心 所以对于众生呢 哎呀你 你所有的好处都愿意给 好 所以有些人就只对自己人好 那你如果把所有的人 都当自己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我像人像的 好 那再来呢 生余诸余险 极恶众生 种种清零 皆宽佑心 好 所以有些人很愚昧呀 好 他对待你呢 他不能够领受你的善意 好 他反而怎样 好 这个恩将仇报 怎么办 那还是要能够怎样 好 能够包容 好 因为能够怜悯 原谅他的无知 所以 所以呢 好 这个叫宽佑心 好 安住善根 精情几事 还是呢 好 能够很积极的 很精进的 不会因为这些人 难条难辅 你就 哎 算了不把他当一回事 好 所以呢 这是 这个是 就是菩萨在布施的时候 你要用这种心情 那这个布施呢 如果是用这种心情呢 就有殊胜的功德效益 所以呢 就要怎样 就要能够发起一种心 所以我们看 449页 要发愿 倒数第三行 这边讲 菩萨耳食 吸以善根 如是回向 所以 他说 哎呀 愿 既然已经发心了 已经做了 我们刚才讲 就是随时随地 好 你有任何的一点点 涓滴之善 一点点的布施 你都可以回向的 好 做一点点 你就要小题大做 好 不要小看呢 只是扶老太太过马路 这也是有功德的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们这个 前天 我们去 那个敦煌的 那个榆林窟 一路上呢 就是 这个 很漂亮的一个 环境 可是 就有人会随地 丢垃圾 好 那我们就几个的 这个团员呢 自己就开始呢 发心 好 这样 你丢我捡 就是只是一点点 然后他们呢 就 哎 沾沾自喜 说 你看 这个随时都修功德 好 是不是 哎 那 的确是啊 你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成 这不是我的工作啊 好 那你也可以 就觉得 这件事情呢 就是 哎呀 舍我其谁 被我碰到了 我愿意做 那 那的确是功德无量啊 在这个 这个环境是大家一起来维护 你只要一点点的善行呢 都要大肆的宣扬 好 为什么 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一起工作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要去淨摊啊 有些人要去做环保 做义工 所以这些 捐低之善呢 是累积成巨大的福报 他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做 好 那 那这个 你你不做 我不做 那谁来做 那就不会有更好的一个环境 来让大众来一起来共同使用 好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就说 哎 我们有一点点的善根 一点点的修行供养 好 我们就要来把它扩大 好 所以他就讲 菩萨耳食 吸引善根如是回向 好 他说 愿一切众生 随其所需 常无缺乏 修菩萨恨 恒不间断 所以 成本一个人呢 都能够啊 透过这个小小的心愿呢 能够让大众都启发菩萨心 如果这个世界 会更多的菩萨这个地方 好 是不是会更美好 好 如果这个世界全部都是菩萨 这里就变净土了 好 所以 所以希望呢 哎呀 以此小小的一点的布施呢 愿 来怎样 来供养一切大众 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够一起 以身来供养 好 所以这是 修菩萨行 很不间断 然后 不舍一切菩萨毅力 善助菩萨所行之道 了达菩萨平等法性 得再如来种族之树 好 说 哎 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同一种性 什么种性 就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我们都叫做菩萨 是菩萨种族嘛 所以以后人家问说 你是哪里人 你要说 我是佛果净土的人 是不是 好 所以 哎 你是 你是什么人种的 我们常讲白种人 黄种人 好 那 不管是什么种人 不管是闽南地区的人 好 还是浙江人 所以大家都是菩萨的 这个 的 这种什么 菩萨种族 那菩萨种族 大家就是师兄 就不会分你是哪一国的人 好 所以呢 哎 这就是希望呢 一切怎样 然后都是如来种族之树啊 好 就是我们在佛果净土 都是注册登记有名的 好 诸真实与持菩萨恨 令诸世间得尽佛法 身身信解正法就尽 好 所以就希望呢 大众能够真正的 就是 身口意都清净 好 身口意都清净 那这是我们的方向啊 好 那既然我们能够学习佛法 好 那就要以佛法为自己的行为的准则 所以佛陀的行就是我们的行的榜样 佛陀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的榜样 佛陀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的榜样 好 所以人生要有一个典范 好 那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完美的典范 好 所以每个人心中呢 不管你的佛是哪一尊 都是我们最圆满的那个典范 好 所以我希望把自己做到最好 那那个最好就是你的佛 好 所以这是希望呢 大家能够成为最殊胜的一种 好 这个呈现 好 那我们来看哦 那既然是 你看我们这做的布施就可以这样子来回向 那来我们看到452页 好 好 视为菩萨摩赫萨 第一行 好 师自己生善跟回向 好 所以他就举例 好 就是教我们怎么样 你在做布施的时候 是不是 生的布施有很多啊 好 你可以为大众服务啊 帮忙搬东西啊 好 也可以呢 好 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贡献出来 好 我来帮大家煮饭 好 或者是 诶 这个扫地 或者是 服务人群 好 所以你这个都可以做的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说啊 希望一切众生呢 都能够怎样 啊 希望 我吃这个布施呢 不是因为我太闲了 好 是因为什么 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制 好 所以他讲 为令众生皆得应供 无量至生 好 用我们现在有乐 有漏的色身 我希望有一天 转成清净的法身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去供养花烟精嘛 那供养花烟精呢 有一个这个佛学院的 这个院长啊 他就说啊 他说 我们呢 一般哦 都是 一般的死人骨头 大家都不喜欢 对不对 你如果说 你家 这个 要买这栋房子 以前 这个房子死过人 你就会不敢买这栋房子啊 是不是 那 如果呢 你的 这个家的旁边 有一个坟墓 里面是有死人骨头的 你也会不敢住在这边啊 觉得这 虽然是风水 宝地 可是那个是阴宅的风水宝地啊 但是呢 有一种人的骨头 大家抢着药 有没有 就是什么 就是舍利 有没有 这舍利啊 哎呀 我们这次呢 就是有分道的 这个佛的舍利啊 然后我们就供养佛的舍利 去看到佛的舍利 好呢 我们为了供养佛的舍利 就是其实就是他骨头啊 佛之舍利 就是佛陀的指头啊 是不是 那一根手指头 就可以盖一栋大庙 来供养他 大家都排队 就为了要看到佛的舍利 那你就知道说 哎 你看 一个有修行的人 这个见到他的遗骨 就等于他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这是第一个 这叫做 真身舍利 就是他的色身 转变成的舍利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 代表佛的存在 叫做法身舍利 是什么 就是佛陀的教法 所以你说 啊 这骨头可能 没学佛的人说 那骨头有什么好败的 是不是 好 可是呢 如果是法呢 哎 这也是像 就是佛陀在的一种象征啊 是不是 佛法还在 佛陀就在 什么在 法身常在 是不是 所以有色身的舍利 也有法身的舍利 法身的舍利 就是金藏 那不管是色身的舍利 还是法身的舍利 都是无量无边的 这种成就 无量无边的智慧 所成就的一种果德 好 有种功德 所以 为令众生皆的应供 无量至身 好 所以如果呢 我们能够呢 跟着佛陀一样的足迹脚步 一样修行 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色身 转变成 好 这种舍利 是不是 也会转变成 这个法身的舍利 所以呢 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 那当我们在修身布施 供养的时候 我们就要发愿 回向 希望自己也能够成就无量至身 好 那接下来呢 就下面就再讲 那既然是这样呢 一定要怎样 为什么我们要去供养 有些人的发心 有的人天性就是很喜欢服务大众 那他这个是叫做有善根 可是很多人是不知道 原来我们的生命这么有意义 在自从呢 听闻佛法之后 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 割肉为阴舍身为虎 还没学佛之前觉得根本就是 在讲漫画 有没有 那有可能啊 是不是 那个老虎是猛情 那我这样子 我把我的身体拿去给他 那是太可惜了 是不是 大财小用 有没有 我们留着这条命还很有用 拿去喂老虎 那就跟其他的肉没两样 是不是 那但是呢 为什么这件事情 要被记载在佛经 是不是 佛陀的供养老虎 供养这个老鹰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故事 是不是 所以佛陀是这样 他对于这种低下的众生 畜生到的众生 他也是以平等心 所以当他用平等心来供养的时候 他就等同于供养一切诸佛的功德 那为什么你能够知道 因为你听闻佛法 这当我们听闻佛法 终于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什么 能以其身供养诸佛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来跟你讨肉的这一个人 要在的这个人 可能是菩萨化身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佛经里面看到很多故事 看到这个格力王的故事 看到设立佛遇到天人来测试 看到佛菩萨他会化现成各种因缘来考试 看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供养心 有没有要修行 可是当我们回到自己的身边 遇到这些找我们麻烦的人 我们就没有把他当菩萨 我们就把他当冤家 但是当我们听闻佛法之后 你就可能会怎样 会去想 哎呀 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一定有它的意义 那即使真的很倒霉 被你遇到了不好的人事物 那 是佛教徒呢 可能就常常会说 就当做消业障 是不是 就是重抱轻受 但是呢 如果再更积极的来讲呢 每一件事情它都有意义的 那既然它有意义 它在整个修行 就是假设我们将来有一天成佛 当我们成佛之后 要不要讲自己过去的故事啊 那个叫本身故事 对不对 是不是 说 哎 我的本身故事会是什么 有一天呢 有一个人 来跟我讨债 我死都不给他 有这种佛吗 是不是 所以当你在 很潇洒的回头 看看自己的过往的时候呢 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就是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你的这一些所有的委屈 到最后成就圆满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原来那个是有意思的 所以你遇到的这些 这个困难 这种悲惨呢 不叫做悲惨 它是一种逆 逆增上缘 是不是 所以佛陀如果过去 他遇到的人 都跟我们遇到的人 都差不多程度 那你就不会觉得他伟大 但他遇到的人啊 都不是我们 能够对付得起的 是不是 什么提婆达多啦 要不然就是那个歌力王啦 那都不是什么 都是很角色 那我们呢 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 我们一定倒 可是为什么佛陀他 要把他的这个故事布施出来 所以既然遇到了 他就要把它转变成 一个叫珍贵的教材 所以我们来看哦 就是就长久来讲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 委屈啊挫折 他都会变成度众的一种教材 那就非常殊胜 所以那怎么可以去转变呢 因为我们有法 有法才能转啊 是不是 因为法它是教我们如何的 能够以解脱的角度 来看待世间的一切的纠缠 那当我们听闻佛法 生起一种信心 生起一种信心呢 就可以怎样 供养一切诸佛 心乐信节五上法宝 于诸佛所生 父母想 读诵受持 无碍道法 普入无数 那由他法 大智慧保 诸善根门 心长意念 无恙诸佛 入佛境界 生达善理 所以呢 他这边就在讲哦 我们能够听闻佛法之后呢 第一 你对一切的佛呢 你就好像 有的人哦 他说他看到佛 觉得很亲切 好像回到他的 最舒适的家 有没有 哎 你在哪里觉得最安心 哦 你看到 诶 哪个地方呢 最安心 就是哪个地方 可以让你 生起 一种 什么 这种 父母 在父母怀抱里面 的那种感受 所以呢 诶 这我们的 礼尽一切诸佛 那每一尊佛呢 你都很欢喜 那能够呢 诶 这个听闻佛法 而不产生烦恼 所以我们说 就像说 我们是佛弟子 这一次我们去 这个诸宗的主庭啊 各个宗派的主庭 那你如果心里面 有所执着 我是净土宗的 我去禅宗干什么 我去戒律道场干什么 那你就 你就不会去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佛弟子 所以每一宗呢 我们都很感动 是不是 你就会平等 然后每一个道场 好 我们其实这一次 并没有 就是因为行程很紧凑 并没有想要 那个法师 来接待我们 因为法师一接待 一开始下去 就停不下来了 怎么办 这样我们行程 跑不出来 所以我们本来想说 就秘密的进行 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呢 我们那个 就是当地的 那个草堂寺的 住持法师 非常的重视 这件事情 他一一的打电话 去给每一个 道场的住持 那这个住持法师 在当地很有分量 所以他一出 一开口 每个住持 通通都 这个大阵仗 等着接待我们 所以突然 我们是大阵仗 他们也是大阵仗 突然发现 还有记者 这样 然后就突然发现 每一宗 怎么都 这非常好 那我们 就是非常殊胜 那我们 就是在这个 供养的过程 就会发现 真的人不亲 法亲 因为所有的人呢 都是冲着什么来的 其实不是冲着人来的 是冲着我们 这个法宝的供养 是不是 因为我们都是 佛的弟子 所以当我们 在供养这个 经典的时候呢 哎呀 大众呢 都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 感觉 这个 这个供养 是无上的供养 所以我们 当我们能够真正的 在佛法当中呢 得到法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呀 这个 这个诸佛菩萨的 每一句话呢 都是 无上的智慧 那独送受持 独送受持 那 就会让我们感觉 哎呀 这个真的是生命中呢 最无上的珍宝 你说 哎呦 好吃的 好穿的 好玩的 都是瞬间就 过去的 好 可是呢 如果能够在佛法当中呢 得到了 知智片语 好 就是 让你 好 这个万位在山 甚至于成为我们自己 好 的人生的闺孽 好 那真的就是 叫做无上法宝 好 所以要怎样 要读 要送 受持 好 所以我们常常说 华严经是这样啊 一开始我们是 供养经书 好 让大众呢 人手一套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步骤嘛 好 第二个呢 哎 要发心 开始送持 所以送持呢 有的人刚开始送 都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团队 好 因为你一个人送呢 一定送不完全不啦 好 就是很很难 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呢 随时停止都没有事 好 可是呢 你是要一直不断的跟着一个团 大家都一直在送 你的精进心啊 才会能够一直维持 是不是 在团 群里啊 好 你说哎呀 奇怪怎么整个群啊 只剩下我一个在送 最后你这一个也坚持不下去 可是你说哎 大家都在送 好 这个各个师兄呢 都在恭送华严经 你就会觉得很难得 好 这一次我们这个团呢 是北中南 还有中国大陆 都是送华严经的 大家集合在一起 互相一介绍 哦原来你就是群里的那个人哦 是不是 所以原来我们就是早就已经认识了 只是这一次第一次见面而已 所以我们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网友 对不对 所以 只是说在网络上共同诵经 那诵经是开始啊 诵经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想要了解经典里面的道理 那经典里面的道理是怎么了解呢 所以我们以后呢 还要讲解给大家听 是不是 那所以我们叫种子部队嘛 先学 学了之后 然后呢 哎 将来大家这有 有问题 学法的过程 有疑问 都可以呢 成为 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呢 接引大众 刚刚出入门的时候 可以放下 很多的挂碍 突破很多障碍 的一个菩萨 那为什么 因为 很多人呢 在学法的过程 他有问题 他不敢问师父的 因为第一个预设立场 就是师父境界这么高 是不是 他一定呢 这个 我们昨天呢 在那个飞机上 要下飞机的时候 我们那个 有一个居士 他就说 师父 有一个 很 很 低 很 低级的问题 我一直很想要问 师父 可是不敢问 他说这个呢 哎呀 低级的问题呢 可是他现在 很想问 结果呢 一听到低级的问题 大家耳朵通通都 竖起来 就很想听 就做很低级的问题 他说那 这个问题 是很简单的问题 他可能自己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 你觉得很简单 可是你问出来 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疑问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觉得很简单 不敢问 所以到最后呢 其实 到最后 我们就从头到尾呢 那个不敢问的问题呢 就 永远都不得其解 是不是 那其实 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旁边 这一个菩萨 跟你差不多程度 其实他是菩萨再来啦 但是呢 因为跟你一样 有头发 你就觉得人家 好像也跟你差不多 就比较敢问 是不是 所以居士的身 就敢跟什么 因以居士身得度者 极限居士身 而未说法 是不是 那很多人 他不敢问师父 第二个 他问了师父 如果到时候呢 师父 开始停不下来 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要讲话呢 还要讲一些 这个真正呢 能够了解自己的 需求的 的这一种话 才会刚刚好 有时候呢 我们 哎呀 想要学的法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法师呢 如果一下子 给大家太高的程度 有时候消化不良 是不是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自己啊 在学法的过程中 好 那我们常常呢 就请大家分享 自己学的过程 读经的过程呢 一开始 都没有 是除了少数 好 是这个 过去就有累积 善根福德的 好 他才会一下子就 马上进入 修行的状态 好 通常刚开始 都是痛苦的 好 这是痛苦的 就是读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常常说 每一次啊 去参加法会 就一直在翻 还有几页 有没有 是 就是哎呀 这个这 哎呀 然后呢 再唱 唱那个站直 怎么那么久 是不是 是 这刚开始 都是这样子的 状态 因为一般人 不太习惯 这种仪式 很繁琐 乃至于呢 这个层层的礼节 很大的约束 可是 如果我们 在这个阶段呢 有跟你一样的 同参道友 好 那么 你就会感觉 哎呀 原来大家都 曾经有这种经验 不是我最没有善根 好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是不是 好 就像我们去打蚕西 好 如果每个都如如不动 你一定 哎呀 真的是 太惨了 好 结果呢 下座之后发现 原来大家都坐不住 好 你就会感觉说 哎呀 这好像没有那么难 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是 大家一起同修 程度差不多 其实是可以 就是感觉上 这个同行路上 没有那么孤单 所以这是我们各位啊 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这些经历 都会是很好的经验 好 那以后呢 遇到同样 有这种困扰的人 你就可以帮助他 是不是 所以呢 要读诵 还要受持 受持到最后呢 这个法就无碍 没有障碍 无碍到法 普入无数 那由他 那由他是一个数 就是无量的意思 无数那由他法 大致会保诸善根门 所以希望呢 哎呀 能够真正的得到了 一切的法宝 一切法宝 好 那这个就是 能够理解无上的法宝 所以佛法呢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智慧宝典 那如果我们能够呢 受持 那受持是什么 你读很多经 他都不会相冲突 所以有的人说 师父我如果读了每一部经 这样会不会乱掉 其实刚开始读经是累积 累积你对于经典的熟悉感 好那慢慢慢慢知道佛陀说法的方式 好佛陀思维的方式 佛陀看待事情的方式 好然后乃至于呢 好这个菩萨的一种心态 好那慢慢的 哎累积了这个不同的经典之后呢 他会从量变变 会产生质变 所以刚开始 全部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不知所云 可是累积了进来之后呢 哎就会开始哦 一法通万法通 好但是他前面的累积是需要的 好需要大量的阅读 好大量的积累 好那慢慢慢慢他就会 内在就会消化 好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我都听不懂 那这样子我来听有没有意义啊 好那听不懂呢 其实不是你永远都听不懂 听不懂可能是因为不熟悉 好第二个 你还没有修到那一个层次的时候 即使你字面上懂 你的每一个阶段的体会 还是不一样 所以同样一部经 十年前读诵 跟十年后读诵 好你的每次读 你都会有不同的一种 好一种又一种体悟 好所以为什么有人叫终身受持 好是所以那个时候的有人说 哎他念这个华严经 念完一遍就好 为什么师父叫我要念一百遍 我哪有空是不是 好可是当你念到第三遍 当你念到第十遍 当我们念到第五十遍 到一百遍的时候 他一定就会不同 好他的那种 这种这个在内在当中呢 产生的这种变化呢 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好那那有时候我们其实是自己在被 好被这个经典里面的智慧改变 自己不知道 然后熏修熏修久了 慢慢慢慢就会 哎开始呢 身口意呢都不太一样 好所以呢这是需要一点累积的 好那佛法很重视 一直不断的日积月累的熏修 他是功不堂倦 好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 好所以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 好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体悟 都会有层次上的不同 好所以呢这是叫这个叫做 哎这是我们说 这个学习佛法了之后 他能够呢以身来布施一切的众生 而且这个时候呢还愿意怎样 还愿意发起一种供养的心 因为有了佛法之后呢 你就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 好那我们来看到四百五十五页 好下一段这边呢就讲 佛子菩萨摩赫萨以身布施一切众生 为欲普令成就善根 意念善根 菩萨摩赫萨自愿起身为大明灯 普能照耀一切众生为众乐聚 普能设受一切众生为妙法常 好所以这边呢其实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刚刚开始修行 是为了自己我自己离苦得乐就好 好那我自己自受用 好是就是这种欢喜学习佛法 好然后呢在生活中用得出来 好但是这个时候还不够 菩萨来学法他不是为了自己学 他是为了一切大众来学 好所以当我们如大明灯一样 好成为大众智慧的指标 可以照耀一切众生 好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种布施 好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身能够布施 刚刚讲财布施法布施 跟无畏布施 好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大部分就是大概无畏布施可以 就安慰安慰大家 有人哭你陪他哭 好是不是 可是哭完了还是要解决 好那可是问题是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解决的方法 可是不见得是究竟 也不见得用得 就是可以派得上用场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困境不同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经验很有限 你可能对某一些人 有办法 有些事情就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 所以别人说无畏布施的之后呢 你的身 你的财布施你可能可以给他一点安慰 给他好吃的 所以有些人说 没关系啊 来来来 你不要难过 我请你去吃大餐 可是他心里面有烦恼 他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请他吃大餐 他食不知味 是不是 哎呀我送一栋房子给你啦 你要多少钱我通通都可以给你 有些时候呢财务不能解决问题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哎呀这个法呢 显得特别的重要 可是法 你的熏修不够的时候 那个佛法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有很多人学佛学很久啊 他每次遇到什么问题都叫人家 哎呀放下啦 我也会讲啊 可是你真的碰到了 你放不下啊 不能只有用两个字就解决了啊 如果这两个字就能解决的话 那早就大家都已经成佛了啊 可是问题是学了一辈子 可能还不见得能够真的能够放下 是不是 那你就得要知道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那放不下的原因能够找到 又去解决他 这就是佛法啊 佛法就是觉悟之法 所以很简单的叫四弟 四弟就是啊 第一个问题在哪里 苦啊 好我们先解决问题 你去看医生也是 他会先问那你哪里痛啊 是不是 因为痛是在你自己 你如果都不知道 你说哎医生 啊你是医生啊 你可以诊断的出来 我哪里痛啊 那你是来踢管的 你不是来求助的啊 是不是 说哎医生要先 一定要先问嘛 先问看看你哪里不舒服啊 好那你如果说 我感觉好像全身都不舒服 又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那就是心里不舒服啊 是不是 所以一定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苦嘛 那苦 还有我们要从问题当中找原因 好会有这种苦的原因 怎么来的 急嘛 急就招感 是不是招感性 所以你累积了这么多的 的问题 这种不同的 不好的心态 不好的生活习惯 不好的情绪 或者是不好的饮食 不好的生活的状态 或者是不好的职业 或者是环境 都有可能 很多因素 所以要分析 好分析 那分析了之后呢 你真的要解决这个困境 你就要从原因上去把它转变 所以叫修道 这时候这个叫做方法嘛 解决的方法 要配到措施 那解决了之后呢 你当然这个苦就结束了 就灭了 就没了 就苦极灭道嘛 所以苦极灭道不是你背起来说 苦有人生有八苦 爱别离 愿正会 我都会 考试考一百分 可是你遇到爱别离的时候 哎呀 大家都过不了关 还是没办法解决 所以这个 其实佛法 它是实际上 在使用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规则 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大家遇到了 共同的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 从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然后最后归纳出 一个法则 这个叫做佛法嘛 好那如果我们 懂得这个法则 懂得这些 这个引导的方法 你就懂得越多 好那当然 你就可以照耀 一切众生 所以说 哎我们就是到 修行修到最后呢 要发菩萨行 行菩萨道 你的法才会开始 真正的产生的妙用 好 否则你要解决 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很简单呢 是不是 所以身闻人 为什么他很快可以成就 最快的修成 阿罗汉的最快的速度 是三升嘛 是不是 三辈子就可以修成 然后最慢呢 六十个小节 再怎么样拖 你可以看得到终点 是不是 可是菩萨呢 他要成佛 三大阿僧奇节 那个叫做什么 你不要想毕业 是 无量无边 没完没了 还做不完 真的是做不完 所以当我们去发心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哇 你做不完的事情 忙不完的 众生 因为都有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这时候呢 你就会希望了自己怎样 哎呀 如果自己能够千百亿多好 千百亿化身 因为叫分身乏术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时候啊 我们来学法的目的啊 成就禅定的目的 好 来听闻佛法的目的 诵经的目的 就要发心 叫做 希望自己 就是这一盏明灯 好 所以呢 菩萨摩赫萨 自愿其身 为大明灯 不是这种自我感良好 说你看 我是人 别人的灯塔 别人的导师 是不用这样子的 因为你要当灯塔 当导师 还不简单 所以 但是这么不简单 你愿意去做 是不是 自愿其身 为大明灯 当你越光明 你能够照耀越多的众生 是不是 所以普能照耀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常讲 要燃烧自己 是不是 好 可是燃烧自己呢 是 到最后呢 自己尸骨无存 可是菩萨的发心 他不会 他会越发心 你成就的果德是越圆满 好 所以在自立 立他当中完成自立 完成自立 好 所以这是 这个希望自己呢 能够怎样 越有智慧 你才能够解决越多的问题 好 那能够呢 让大众都欢喜 是不是 那这个众生呢 见到 人见人爱啊 那自然而然呢 这个他能够 射受一切众生 好 所以呢 这是 这个以身不失 我们还希望呢 不只是 有用 而且还要成为什么 大有用 好 所以呢 要发愿 好 发愿 好 那这是 以身来不失 再来呢 457页 好 457页这里是 菩萨摩赫赛 自以其身 己是诸佛 于诸佛所念报众恩 如父母想 于诸如来 起身幸乐 以清净心 护佛菩提 助诸佛法 离世间想 生如来家 随顺诸佛 离魔境界 了达一切诸佛所行 成就一切诸佛法器 好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讲 专门在守护道场的时候呢 能够怎么样去供养佛 用什么心情去供养佛 去守护 佛塔 所以我们这次有 我们这次有去看这个法门寺有佛指舍利 这佛指舍利呢 这是当时 最早最早的时候啊 他是由皇帝来供养的 唐朝的时候呢 是皇帝来供奉的 那皇帝 皇家祈祷供养啊 当然呢 这个佛指啊 都会有很好的照顾 可是呢 唐朝的佛教呢 在中唐之后 遇到一个劫难 叫做唐五宗灭佛 好 那遇到一个不信佛的 这个皇帝 是不是 这个整个所有前面的这一些 供养就中断了 好 那所以呢 这时候呢 这个唐朝的时候呢 很多的寺庙呢 毁于这个法难当中 僧人也被勒令还俗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劫难啊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有天灾 又有人祸 所以佛塔就 就整个怎样 倒塌 好 倒塌之后 那个佛指舍利啊 就被深埋在地宫 没有人知道 好 没有人知道 然后过了一千年 好 才被重新造塔的 那工人啊 哇哇哇 奇怪 为什么这个地底下 一直放光 好 然后哇 那要重建的过程 才发现 原来这里面有宝 好 那当地的居民 他们不知道 那个是佛指在放光 好 因为皇家在供养佛指的时候 他会拿很多宝物 来供养 那皇家的 供养的这个物品 都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的一天多年后呢 大家在挖掘的时候呢 就起了这个盗贼的心 想要把这一些 宝藏全部都挖走 他们不是要去抢那个佛指 他们是要去抢那个旁边 那个宝物嘛 好 这时候呢 这个真正懂佛法的人 就知道最珍贵的是那一只 指头 那个佛指舍利 是不是 好 那不懂的佛法的人 就以为旁边那个宝物 其实那些宝物只是衬托的 是不是 但是大家的重点都不一样 那为了要守护佛指呢 就有很 好几个僧人啊 他是用生命在守护 好 所以我们去看了这个过程 就是他这个几代的兴衰 好 那都有 都有人 去发心 好 去重新修建 可是重新修建的那个时代 不见得去学佛法兴盛的时代 就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好 那最感人的是最后一个红卫兵时期 有一个法师呢 他为了守护这个佛塔 好 守护这个佛指设立 不要被红卫兵破坏 他还自焚 是不是 好 那把自己焚烧的这种 好 这种发心呢 来保护 以生命来保护这个佛指 好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呢 佛法 他在即将灭亡的时候啊 他会有特别多的菩萨出现 好 佛法在兴盛的时候 大家随时都可以学佛 好 当然都是一个 这种佛国净土的景象 好 但是佛法在衰尾的时候呢 特别有这种 好 很感人 为了守护佛法 好 终其一生 他就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发生 好 那那这些呢 都记载在华言经里面 好 他讲 以自以其身 我是用什么心情 来舍身 护法 好 就是用这种供养一切诸佛的这种心情 所以叫己是诸佛 好 己是诸佛 就是供给 是 佛法这个时候需要什么 好 我就来提供 好 服侍 服侍一切的佛 好 于诸佛所 为什么 因为念报众恩 好 因为我们的法身 得以重生啊 就是因为佛陀 好 如果佛陀当初 没有留下佛法 好 所以他在正得涅槃 好 正得这个 成佛的时候呢 他准备要怎样 他准备要马上入涅槃了 他不要留在世间的 他说这个世间呢 哎 看起来呢 大家都没有需要 所以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起来都不需要 每个人都醉身梦死 他也没有知道 他自己真的是需要学佛啊 需要修行啊 所以呢 佛法说 哎 佛陀说 这个佛法呢 那么殊胜 可能恐怕一般人呢 不能理解的人啊 哎 他不知道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他是准备马上加入涅槃的 到他方世界去 弘法 好 结果还好大范天王呢 好 勤转法轮 所以佛陀就讲经说法 讲了49年 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经典 论典 好 来让我们后人可以学习 好 那佛陀入涅槃之后呢 哎 这个有这个什么 八万四千的这个舍利 好 分成什么 分成天上一部分去供养 人间有八大国的国王 也分去供养 好 然后呢 龙王 好 也跑来分一部分 好 所以有三 三个部分 分成三个部分 那三个部分之后呢 哎 这个到了一百年后 阿玉王出生 阿玉王出生呢 他就 哎 发现了 这佛法非常殊胜 非常重要 阿玉王时期呢 他有两个时期 他前面 叫做黑阿玉 前半生是黑阿玉 他就是专门呢 是打仗的 然后呢 哎 就做了一个人间地狱 只要他看不顺眼的 只要犯法的 都丢到人间地狱去 他就仿造这个地狱的情景 打造一个 一个人间地狱 是不是 那结果最后呢 他被海比丘 所以有一个海比丘呢 去度化他 他才发现 原来他以前的这种方式啊 是错误的 不能够 这个真正的感化人心 只能震慑人心 好 那但是呢 他不能够彻底地解决 人心的扭曲 所以他后半期呢 就开始 从良 叫做这个 护法阿玉 正法阿玉 就学佛了 那学佛了之后呢 他就 哎 觉得感念佛陀的恩德 非常的 这个如果呢 佛法没有人 好好的去护持他 那他就非常的 感念佛陀呢 能够在这一生 让他能够得度 所以他就发愿 要在这个世界各地呢 造八万四千塔 来供奉佛陀的舍利 那如果他那个时候呢 没有把佛陀的遗骨 分送海内外的话呢 那后来这个印度呢 就被灭亡了 印度的佛教 被伊斯兰教入侵之后 就灭亡了 好 但是因为他在当时呢 做了一个 这个把佛指 把佛骨 分送到世界各地 那因此我们在中国 就有五个地方 有佛的舍利出现 那就知道 原来真的有佛在 佛陀曾经 在真实的存在过 所以因为大家眼见为凭嘛 要看到 真的有这个东西 才确定有人 否则呢 这个日本呢 他经过研究考察之后 说佛陀 其实是一个神话的化身 差点变三太子了 对不对 三太子也是 这个是一个神话 但是佛的遗骨的存在呢 其实他出现了非常多的 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 那因为佛的舍利 有佛的真身舍利 有银骨舍利 有感应舍利 还有法身舍利 好 所以你不能说 哎 要看到那个骨头 确定这个是佛的吗 好 那佛的舍利呢 是很厉害的 好 只要你供养的人 很虔诚 这个舍利是会真身的 很神奇 所以你这精进用功呢 他一个生十个 十个生百个 百个生千个 他会一直增生 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你说 如果有一天呢 你真正的 好 想要来供养佛舍利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 一个一颗舍利 好 那这个舍利呢 经过你的精进用功呢 他会一直不断 不断衍生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我们说啊 到底佛的舍利 到底有多少 不知道 法身是偏一切处 那舍身呢 好 舍身 当然 转变成法身之后 他就偏一切处 好 只是 我们有时候呢 不能够真正的 去了解那个境界 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是要 怎样 第一个 虔诚 是百分之百的信心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第二个 你要有三昧呀 所以要修到三昧的境界 自然就会有不可思议的时空的转变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去能够启发自己的这种自信的功德 好 那这个就是在这边他就教我们呢 与诸如来起身信乐 好 他说 诶 你不管是 对于佛有信心 还是你感念佛的恩德 好 你就都可以在诸佛菩萨的座下呢 得到法义 好 所以以清静心护佛菩提 诸诸佛法离世间想生如来家 对 就会有这种佛法的一种因缘 就会越来越奇迹 越来越出现 好 所以呢 这边呢 就是自以其身 即是诸佛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 来看后面的部分 要布施国土了 来 460页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来看 460页 佛子菩萨摩赫萨布施国土 国土一切诸物 乃至王位 稀义能舍 余诸世世心得自在 无戏无福 无所恋着 远离恶业 饶益众生 不着业果 不乐世法 好 不负贪然诸有深处 虽诸世间非此处生 心不执着 好 来 这边呢 就在讲说 哎 要学习什么 这菩萨呢 看起来好像做很多事 好 度很多众生 但是 有很多人度众生 是为了要 为了要有名 我要做很多的善事 我还有建树 我对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好 很有贡献 好 但是呢 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好 他说什么都能舍 因为他是 怎样 他是无所恋着 好 无所恋着 叫无戏 无福 无所恋着 他只为了一个事情 就是成就一切众生 能够齐成佛道 好 所以当 菩萨以这种心情的时候呢 好 只要能够成就众生的善根 好 他因为没有练着 所以他的国位 国位 王位也能舍 国土也能舍 妻子也能舍 身体也能舍 什么都能舍 好 所以不是 你要布施什么的问题 是你是用什么心态布施 好 你有那种不执着的心 什么都不会 好 这个就不会有这个障碍 好 就不会有障碍 好 那有很多人说 是啊 我都不执着啊 为什么 因为无可执着 没有东西 好 没有东西啊 那拥有这件事情啊 其实是 没有东西是你真实的拥有 你只是暂时的拥有而已啊 好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生灭的道理 无常的道理 你很容易把这个暂时拥有的这个 占为己有 以为自己会永远永远拥有 所以当这个暂时拥有的这一切 不管是你外在的资财 或者是你身边的这些友伴 亲眷眷属 乃至于到最后你自己 都是一切和会必当别离的 都只是暂时的 他都是会生灭的 可是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在分离的时候就痛苦了 好 那如果呢 你的心不会被这个问题绑住 不会被这种执着绑住的话 这真的叫做自在 好 那这个自在呢 不是因为你没有而自在 是因为你真正的看清楚 对 这世间的真相 所以 看清楚不妨碍拥有的 你还是会拥有一切 所以我们看菩萨呢 他生生世世 他是不管生在哪里 他都是最富贵的 他是富贵的 那有些人呢 虽然生在富贵 可是他的心态是贫穷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菩萨的这种自在从哪里来 从他的心 没有执着心而来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布施 一切的国土 一切诸物啊 他就可以这样 可以成为他菩萨道的一种方便 那如果你要行菩萨道 你当然拥有越多越好啊 所以你要立了更多的友情 你要不要有钱 有啊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 你很多事情做不出来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成为最有钱的人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说 师父 我很爱钱 我说是啊 我也很爱钱 是不是 他想什么呢 都一直在想 他要 他去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他就要把它变成连锁 他有一个朋友住在意大利 他就想要去意大利也开一家分店 那他就是 很爱赚钱 他说赚钱是他自己 他的兴趣 还有他的乐趣 那我说 这个很好啊 可是他来学佛 他都不敢讲 他很爱赚钱 是不是 那自从 慢慢慢慢懂的佛法了之后 他现在都到处跟人家说 我要赚更多的钱 这样我才能够呢 帮助师父 这样 有一个对 有一个对象可以帮助了 所以其实 其实就是 那我们需不需要 需要 因为当你能够更方便 的在这个布施 所有的一切物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能 有这种什么 自主权嘛 是不是 那时候财务有自主权 否则有的人 你虽然很有钱 可是这些钱 都不是你能用的 好 那这等于没有钱 是不是 所以叫做什么 守财努 有没有 哦 他钱就要守在那边 变成数字 然后每天就看着他 心满意足 可是动都不能动 那这样子就很可惜 所以一切的菩萨呢 他的发心 他一定是要在最高点 他是王嘛 他才能够动用他整个国家 他是这个家庭里面的 能做主的人 他才能够布施一切的 这些他要布施的 这些财务 好 那对于这个自在这件事情呢 好 那我们是真正的心 无戏 无福 无所炼着 戏就是被绑住 绑得更厉害叫做福 好 那为什么会被绑住 因为你的心有所眷恋 你就会被牵制 好 所以这个菩萨呢 在布施的时候 好 他的心态是 如此 好 如此 所以 所以他虽然是王 可是他不是恋战王位的 好 他是要在这个位置 他才可以使得开 好 所以我要当大老板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当大老板 你才能够 真正的去 运用你的资源 好 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布施 这个王位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 怎么样布施 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得到像王这样子的 一种层次 因为你站在王位 你站在博王的位置 你站在指导点 你看到的事情 这个看事情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好 463页 来这个地方呢 就又再更进一步 他说 佛子 菩萨摩赫萨 见有人来 来求什么 求王的京都 首都 最庄严的那个城 你要送给我 还有呢 海关 有没有 这海关 所有的这个 这个 静观的这些物品 我通通都要 进阶 施与 心无令习 那 你这个 等于是说 来 要你的国家 不只是要你的国家 还要你国家 最好的 一块 所以像那时候 八国联军 最后呢 要 要 要怎样 割这个租借地 是不是 好 那这最厉害的呢 就是香港 对不对 我那个 这个是非常好的 一块地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割的 就要割 最好的 要不要把那个沙漠 割给他 很好啊 寸草不生 可是那个沙漠里面 如果有石油 大家又要强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都希望呢 能够是 以最大利益 来 来做一个 夺取的目标 那即使是这样子 因为人之所欲啊 基本的需求 他就是希望 得到最好的 那佛陀 菩萨的心 他说 最好的 没关系 都给大家 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啊 他说 他呢 哎 这个 兄弟在分 祖产的时候啊 好 那 那时候呢 因为他是 家里面呢 最没有钱的 最没有势力的 所以呢 其他的兄弟啊 都把最好的那几块地 通通都分走了 他就分到了一块 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那鸟不生蛋呢 可是因为 虽然是鸟不生蛋 那个价值 越高的啊 他们为了公平起见 价值越高的 那个黄金地段 都是 地 地段是 虽然是价值高 可是他是 面积比较小 那那鸟不生蛋的呢 这个兄弟为了表示 公平起见 所以呢 就给他很大一块地 但是是鸟不生蛋 没什么价值的地方 那他当时呢 就拿说 想说啊 这一片山也没什么用 就把它摆在那边 没想到呢 后来啊 这个二高呢 一开 哇 刚好经过他的地 突然就翻倍了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 看到的没有价值 不见得是在十年 二十年之后 他还是没价值 那到底是因为 风水轮流转 还是因为 他这个人有福报 再烂的地 被他 就是到他手上 都会变成有钱 是不是 有没有发现 自己是有福报的 那就去看 你去吃面的时候 本来没有 没有生意的店 你去吃了之后 人都一直进来 这时候你就会说 嗯 这些人都是 我的福报 早敢来的 是不是 但是人家如果本来 都开得好好的 你去吃了之后 从此就没有人了 好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 天下看起来 好像无巧不成书 但是怎么会 真的就是这么巧 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呢 他说 他这个 他去任何一个公司 那个公司都是 要倒闭的公司 他都是那个 终结公司的 那一个人 他已经终结了 三个之后呢 他不甘愿 他去算命 就算命的说 你这一生 就是来终结 所有的公司的 他说 不可能 所以呢 他就去换了 另外一个工作 然后他 他就非常 这个非常 认真的去调查了 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 运作良好 结果呢 他就 进去做了 某一个部门的经理 结果一进去 这个公司呢 因为运作的非常良好 要往大陆发展 所以他要结束台湾事业 台湾的这个业务 所以他又去终结了 那一个公司 那个部门 他说 哎呀 师傅 我真的实在是 这个就是我的命 但是呢 他因祸得福 因为要终结 所以很闲 没有事做 他只是一个虚位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 背会了愣言咒 读了大般若经 读了华言经 哎呀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当然 这不是很好的示范 但是呢 他也没有把时间 花在怨恨 烦恼 他就利用这个 闲着没事的时候 就好好的用功 就他在跟师傅讲的时候呢 他正在一家公司 我就心里面的头皮发麻 那个是我们的一个 居士的公司啊 哇 你怎么有这种命 可是看起来呢 我们这一个居士呢 还挺有福报的 应该还可以撑久一点 没想到呢 半年后呢 哎呀 这个居士突然心脏病 发作往生 所以他的公司又解体了 我说你真的是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代赛运 对不对 走到哪里呢 就随到哪里 可是呢 如果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这个人生的这种转变呢 让他对于佛法的无常 是更有体会的 那他如果能够 从这个因缘当中去发一种 发大心 是不是 他说 我说你只有一个门 可以去 你只有一个公司可以去 就是道场 为什么 因为佛法是空门 是不怕你弄倒 因为呢 没有财物让你倒 大家都十方来十方去 那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比较 可以看清楚 这个世间的一种流动的真相 那你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就会 会执着于自己的命运 执着于自己现有的福报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菩萨呢 他说你要我最有福报的 那我也给你没有问题 因为我福报大到呢 用不完 而且越给越有福报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进阶诗语 心无吝隙啊 专向菩提发大誓愿 就是只要呢 你的观念正确的 你的发心正确的 后面呢 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所以这个心境国土境 那心是有福报的 自然而然 福报就是招感而来的 好 所以呢 这是专向菩提发大誓愿 那这是 这个是布施王的这个金城的时候 你要发这个愿 好 再来呢 465页 他说这个武王呢 你要布施最好的 臣 然后布施你的 官 官税 那这也是可以 但是呢 如果除了这个金城 要布施之外 好 下一个465页 这边讲 要布施一切的内功眷属 好 既是众女 是不是 就是你的宠 好 这个 这个宠妃啦 爱臣啦 爱妾啦 好 那你要布施这个 好 这不简单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过去呢 好 佛陀那个时代啊 好 那个 会 释迦族会被灭族 好 就是因为 这个释迦族的种姓 特别的尊贵 好 所以 其他印度的种族呢 都很希望能够娶到 四种女 好 就希望呢 能够呢 哎 能够 如果能够娶到呢 释迦族的 公主最好 好 可是公主也就那几个啊 是不是 那你的 这个自己家的女儿啊 好 你这是宝贝的不得了 爱的不得了 怎么有可能 好 去把他 许配出去 而且又许配给 其他比较低贱的种族 是不是 好 所以过去呢 这个印度的这种 种姓制度很严重 他们这种种族阶级观念 非常严重 严重 所以 他当时呢 释迦族的这些大臣就讨论 说好 我们呢 把其中一个奴婢所生之子啊 这个女孩子啊 把她打扮成公主的样子 取配出去 是不是 就假扮成公主 就嫁给邻国 那结果呢 哎 这个邻国呢 就非常高兴 就想说 迎娶了释迦族的 这个公主 但是 生了一个小孩 叫做这个琉璃王啊 这琉璃王呢 哎 他有一天回到他的 母族舅舅家 好 他这 大家小朋友都在玩 结果呢 他发现了 这大人啊 特别看不起他 他们在玩啊 大家去做这个王位啊 大家轮流当 从小就模拟啊 我以后当王 我要怎么样号令天下 好 结果他就爬到这个椅子上 爬到椅子上 一坐 哎 在家里面的长辈 他的舅舅就说 这个奴婢所生之子 不可以坐在王位上 好 这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 他的妈妈不是公主 他的妈妈是奴婢 然后回到了 自己的舅舅家 好 受到了非常多的 屈辱 所以他心里面呢 就埋下一个仇恨的种子 将来有一天 我如果真的当王 武力强大之后 你们给我走着瞧 是不是 好 那 这个到最后呢 释迦族就真的就是被灭种 好 就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 就因为这个种族的这个问题 好 因为这个小时候 受到了不平等 受到了歧视的问题 好 那这个这个是 我们说 你你到归根结底就是 你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的 这个身份 好 所以他这边讲啊 菩萨摩赫萨 你爱的一切的内功眷属 既是众女啊 每一个都庄严的不得了 好 你的眷属都非常的 好 何乐 那你能不能够舍得 是不是 接言帽端正 好 这是第一个啊 是 长得好 你会舍不得嘛 觉得这个是最美的 我要留下来自己用嘛 才能俱足 又琴琦舒嬅 唱歌跳舞都会 那弹笑歌舞 细接巧妙 种种衣服 种种花香 而以延伸 见者欢喜 大家看的都是 每个人都爱 好 如是 这个叫宝女啊 好 是美女 又叫宝女 是美女 只有美还不够 她还有才德兼备呀 好 那这个有这么多 你都是 其实这些美女 这些宝女 好 这是菩萨的善根而生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长得好 又有智慧 又能够有才华 其实很多人说啊 这个叫做 这个天父的义柄 但是事实上 其实这个是菩萨 他可以把自己布施出来 贡献出来 来度化更多的众生 但是他如果只是去 嫁给一个人 服务他一辈子 那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如果说 他能够呢 真正的把自己布施出来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利乐友情 因为大家看了他都很欢喜 所以这是菩萨善业所生 好 那善业所生呢 那这个时候呢 能不能够 人家要来祈求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布施 是不是 你能不能布施 你是王 好 他要你的一块地 你布施给他 他要你的这个关税 你布施给他 他要你的这个眷属 好 你愿不愿意布施 这时候你就要考虑了 是不是 我们会布施 美的出去 还是布施丑的出去 比较美那么美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领选宫女 都要选美的嘛 是不是 那你说 那那个美的自己看了 赏心悦目啊 他要给别人的时候 你就先把 不美的先派出去嘛 好 那事实上呢 哎 这是我们人之常情 可是你还愿意 把最美的送出去 好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最美的出去啊 要去度化众生 那个意义就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没有 度化众生的心 你就会觉得 哎呀 你要满足自我啊 好 所以这是 这个 是供养这个 祭月 众女 这个宝女 那再更进一步呢 还要供养谁 好 把这个自己的妻子 也布施出去 好 这个更厉害 好 来 471页 菩萨摩赫萨 能以 所爱妻子 布施哦 所爱妻子 的意思就是 这个妻子 是你爱的 如果是你不爱的 你说 太好了 赶快布施出去 是不是 就是 好 那个 上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那个开车的那个 那个司机师傅啊 他说现在上海呢 因为要 一房难求 好 而且呢 就是你要买 买上海的房子 你要有上海的身份证 然后你如果是夫妻 你只能是买一栋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 就为了要买两栋房产 所以去办假离婚 结果后来呢 假离婚变真离婚 才发现 原来 这个假离婚的人 早就已经有另外一个 所以人到真的要在结婚的时候 他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人 这样 那这种是 你已经不爱了嘛 所以你当然舍得很 很潇洒 可是当你还很爱的时候呢 你还愿意不失 那真的就是 不得了的不失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说 师傅 你喜欢 你喜欢通通都拿去 我说 那是你不要才通通拿去 是不是 他说 每次都说 我先生跟你去修行好了啦 我说 那是因为你现在跟他感情不好 等到他修得很好的时候 你又舍不得 是不是 所以呢 要能以所爱妻子不失 犹如往昔 须达奴太子 现庄严王菩萨 那这些菩萨 真的都是 他不是不是因为 他就不把妻子当妻子 他是因为呢 要修菩萨行 所以菩萨尔时 成萨破罗心 萨破罗心呢 他其实就是佛的心 成佛的心 萨破罗志 行一切施 进修菩萨 布施之道 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个 上财童子 五十三餐的时候啊 就有一段 所以释迦摩尼佛跟耶稣陀罗的 过去生的故事 那这个释迦摩尼佛呢 他是发愿要来成佛的 那耶稣陀罗呢 他是跟释迦摩尼佛 是在这一生有这个夫妻的姻缘 可是为什么 在所有的公主里面 就是这个耶稣陀罗 是还愿意去嫁给了 这个释迦摩尼佛 他当时呢 耶稣陀罗是 整个这个 这个印度呢 第一美女 那他呢 也是有很多人在追求 那他最后呢 选择了这个释迦摩尼佛 在印度 在我们的这个经典里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记载 那其中呢 有记载到 耶稣陀罗他当时 是最喜欢 这个释迦摩尼佛 因为这个希达多太子啊 才得兼备 武功也会 文学也会 天文也会 地理也会 什么都会 那他当然就是 选条件最好的 那结果呢 没想到他后来 就跑去出家了 有没有 所以当后来啊 这个释迦摩尼佛 他成佛了之后啊 他想要 回来度他的家人 他其实也想要 度耶稣陀罗 可是耶稣陀罗呢 他还心里面呢 还放不下 他度不到耶稣陀罗 要度谁 要怎么度他 真正要度耶稣陀罗 要度他的小孩 有没有 所以就 这个经典当中呢 就有记载 这个 这个佛陀呢 就派这个木剑连 要来度这个罗侯罗 所以耶稣陀罗呢 就发现了 知道了那个 木剑连的意图 结果他就赶快把 罗侯罗呢 抱起来 把门锁起来 然后就跑到里面 房间里面去躲起来 结果他没有想到 木剑连是有 神通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门是锁不住 所以木剑连就 咻就跑进来了 然后呢 他说 佛陀呢 希望这个罗侯罗 能够去修行 耶稣陀罗就说 你这个人 真是无恩无义 当初啊 我拒绝了所有的 这个王子的追求 我专门就是嫁给了 这个他觉得最好的 没想到他竟然 舍弃我们 是不是 真的是非常的 恩 这个是无情无义 那木剑连呢 就说哇 被他讲的呢 真的是哑口无言 对不对 好 只好回去跟佛陀说 任务失败 好 是不是 任务失败啊 那 诶 这个佛陀呢 后来 就跟耶稣陀罗说 你忘记你当初的承诺 我已经告诉你 我这一生是要来成佛的 我生生世世 都是要来成佛的 你要有布施 你愿意布施 把我舍给一切的众生 你才有资格嫁给我 这些华严经里面就有讲到 所以他说 诶 我今天要布施 我想要嫁给你 要什么条件 他说 诶 嫁给我的条件 就是当我要去 利乐友情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阻止我的 结果耶稣陀罗 后来就想通了嘛 想通了之后 哎呀 原来他是因为过去的愿力 所以相约一起来修行 然后我现在嫁给你呢 我最后呢 也去修行了 所以耶稣陀罗后来也 也去修行了嘛 也去出家了 那这个 罗后罗也去出家了 那这种因缘呢 其实都是非常不可思议 他不会是只有这一生的因缘 那但是如果呢 有些人说 哎呀师父我想修行 可是我爸妈不准啊 我太太不准啊 谁不准谁不准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生到这个家庭 这个问题是 谁不准 是你不准 所以你自己没有先讲好 要来投胎之前 就要先 先选清楚啊 选一个不会阻挡你的啊 也阻挡不了你的啊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去怨恨 说谁在阻挡你修行啊 不是 所以我们自己呢 没有真正的 发这种菩萨心的时候 不是你 不是别人不放过你 是你自己也不放过别人 是不是 所以将心比心 我们每次都称赞人家说 哎呀 你都 哎呀 这个小孩出家 谁谁谁的小孩出家 你很赞叹 如果自己的小孩出家 你看看 是不是 你敢 是不是 这个其实就是 这种心态 就是我们 为什么 对自己的 人很难舍得 因为自己有 这个爱着 在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呢 你愿意 把它 布施出来 利乐一切 有情 这个功德 效益 真的是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呢 他说 静修菩萨 布施之道 其心 清净 无有 终悔 他说 能够舍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舍 舍了之后 耶稣陀罗 还是耶稣陀罗 大家永远都知道 他是佛陀的妻子 是不是 他只是没有说 哎 两个人 守在那个地方 白头偕老 可是事实上 也是一起白头偕老 只是没有头靠头而已啊 所以我们不是 一起慢慢变老吗 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是一起慢慢变老的啊 是不是 哪有 你一定跟他 只有跟他 你们两个 自己慢慢变老哦 是不是 所以你是想象中 我们一起老 其实我们不管 有没有在一起 都是一起老啊 是不是 那 那 当我们的心量 是广大的时候 你能够知道 啊 他现在 做了很大的 贡献 彼此之间呢 就是以道业 一起 大家一起 在道业上 一起成就 同参道友 这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啊 好 所以我们每次提到佛陀 就会说 他的妈妈 也出家 他的太太也出家 他的小孩也出家 通通都出家 有没有 所以 我们说 为什么 通通都出家 这是 这个发愿一起来的 一起发愿来修行的 那一起 既然一起发愿来修行 大家就不可以互相阻碍 要互相成就 好 所以要互相成就啊 所以 像师父的 那个弟弟出家 妈妈出家 好 那 阿姨的 先生出家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人家说 哎呀 你这么 这么 这么厉害 没有啊 是因为我肯定 出家是对大众最好的一种功德 好 所以各 大家都能够发挥自己生命最大的价值 好 那 问题是 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子的肯定 肯定自己修行 行菩萨道的这种意义 好 是 虽然说 哎 可能你没有时间去照顾家 但是你可以照顾更大的 叫做大家 有没有 照顾大家 是更大的家 好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 家人 好 所以各位我们是 哎 这一次 这个团啊 刚刚我们的 这个Ivy说 师傅 你当初不是说你只要带十几个人而已吗 好 所以我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大团 好 这六十几个 到中国大陆去变七十几个人 好 这七十几个人 是大部队 可是每一个都像师傅的家人一样 是不是 又有 又有北部的家人 中部的家人 南部的家人 大陆的家人 还有新加坡的家人 所以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好 那那个导游呢 就说 哎呀 这个学佛 佛教徒的 真的是不一样 秩序良好啊 好 他说他以前呢 带着那个团啊 还有那个在打架的 为了抢座位 好 这个抢座位啊 他的 劝这边也不是 劝那边也不是 因为再劝下去 他也会被打 所以他只好在旁边 看着他们打完了 看谁 抢到那个座位 是不是 好 那那我们呢 哎 这个大部队呢 还能够秩序良好 真的是 很不简单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 好 那那有一个概念就是 我是佛的弟子 绝对不能让佛祖丢脸 蒙羞啊 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是等于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家 好 所以这个家族嘛 好 所以家族的一个概念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舍掉小的家 才会有这么大的家 才会融入这个大家族 好 所以呢 说以所爱妻子不失 好 那这个为什么要不失 为了要求一切智 如果你的妻跟子修行了之后 会成佛 那你真的要不失啊 好 你不能把他绑在身边 叫他做你的奴婢啊 是不是 我们要他在家不外乎 就是希望他打扫嘛 要不然要做什么 煮饭 好 是不是 好 打扫煮饭 好 他有人点头 如捣蒜 好 然后呢 这个 洗衣服 好 是不是 好 那你就 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很方便 钱都可以办到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 如果说 我们的家人能够 有更大的成就 你应该去成就他 好 所以有些人 这个自己的孩子要出家的时候 都很舍不得 我说 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真的要栽培他 你就把他当成他去留学 是不是 你让他三年嘛 所以留学是不是有三年见不到面 是不是 三年啊 他去国外留学啊 那留学了之后 他学成归国 他一定会对你更好 是不是 可是你现在不要 不要放他 他没有这个机会学习 他不会成长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 这种布施的概念呢 其实是要看更长远的 好 更终极的意义 好 那这样子就会 你就会知道说 啊 原来这个布施也没有那么困难 好 所以这边呢 就是 庆舍所争求一切志 我最珍贵的 好 最珍爱的 好 所以我们常常说 如果你不幸结婚 不是 好 如果已经结婚了 好 我就会鼓励说 如果夫妻两个呢 都是很健康的 好 心态也很好的 好 那要多生几个聪明的 来出家 是不是 我们后面要有人啊 是不是 好 那但是呢 你要把他养好 才可以送来 你不要养不好的 送过来 说师父 这个无法调教 你帮忙一下 好 这个这样子 我们就 好 这个可能 我们要考虑一下 好 所以呢 我们要要选 临选出家人 我们都要先看那个 好 那个工厂 是不是 很不错 好 是不是 好 这个夫妻都 哎 不错 相貌庄严 好 心态健康 哎 那他就可以鼓励 好 已经有家庭的 要多子多孙 好 但是 你生了之后 还要养 要教育 要有很好的教育 那如果你把这个孩子呢 好 当成以后是要供养一切大众 要服务一切大众 立了一切友情 来来教导他的时候 你对他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心情 你不会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孩子 好 你会希望说 啊 这是大众的孩子 只是暂时寄养在你家 是不是 所以我们 其实在生团当中 我们照顾这个小师父也是 好 我们不是把他当成我的孩子 生团的孩子 是把他当成什么 当成是将来要成为一个大法师 在下一个年代 是要靠这一些小师父们 他们长大之后 有一天 他们是要去面对他们的群众 要去度化他们的众生 我们现在只是带管而已 带管而已 所以常常就跟大家讲说 不要把那个小和尚当成 我们这一次出去 他的侍卫有八个 因为每次出门 我们身边都要 法师都围起来 为什么 因为走在路上 就会有那个大妈 直奔而来 就给他抱住 哇 宝宝 好可爱哦 你几岁啊 然后他就很无奈的 就在那边被他抱 当宠物当很久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了 这个大妈非常恐怖 所以我们都把他围住 那有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喜欢跟他拍照 所以我们就唯一的条件说 可以照不可以摸 可看不可摸 为什么因为他是将来是法师 是要独化一方 那他是要能够真正的 让大众起的是一种尊敬心 而不是只是起宠物心而已 所以我们就 所有的我们生团里面的居士 其实都是很有这样子的概念 可是难保外出的时候 会有这个路人甲乙饼 他不是这样子的概念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你爱的妻 你爱的子 这包括孩子嘛 妻跟子要布施 这是以难重的角度 那如果是佛经是在现代写的话呢 可能连先生你都要布施了 对不对 那因为过去的时代呢 丈夫有绝对的做主权 所以妻子是属于丈夫的所有物 好那但是呢 现在是大家互相细数 好不是不是你是我的或我是你的 都不是 大家是尊重互相尊重 可是他毕竟还是有一个情感的牵绊在那个地方 好所以我们要把私情化为大爱 好那这就更殊胜 好那化为大爱之后 并没有斩断你的情感啊 是不是好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耶稣陀罗永远都还是 我们听到耶稣陀罗还是佛陀的妻子啊 他并没有解决 结束这段关系啊 他还是在人的心目中 罗后罗永远都是佛陀的孩子啊 他并没有因为他修行了之后 就无亲无故啊 就不认账了 没有这样子啊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好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考模式 所以有些人呢他是一时之间的分离 他想不通 可是你现在没有暂时的分离 你未来还是得面临生离死变 还是有分离啊 好所以我们说说 哎这个是先能够以小的分离 来建立自己的无常的概念 但是这个分离这种无常 他并不是不好的无常 好是一种布施的一种 好能够怎样 能够把自己的所爱布施出来之后 转换成 好这个叫做法身常在 法身常存 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 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讲啊 如果我们布施了这个妻子的话呢 哎那我们来发心 要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 一切种智 一切智啊 他就是佛陀的智慧 那为什么这一段呢 特别有感触 因为还其实师父出家 这到这么这么多年 二十几年 常常呢碰到很多人 就是很有心修行 但是他的障碍都是在家人 好是不是 哎要把就是通常都是爸爸妈妈 好要不然就是太太 或者是先生 好那那其实这些障碍呢 好是对方没有想清楚 好那如果呢 我们能够呢 大家都有这种观念的话呢 好所以那个顺治皇帝不是讲吗 我本西方一纳子 为何身在帝王家 连他又都有烦恼 是不是 好那 可是呢 如果我们能够用另外一种角度 来思考我们的生命的价值 好 他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 好可能过去啊 出家这件事情呢 对大家的概念就是 哎呀从此不问世事躲在山里 好当初呢 师父也是因为这种偏见才 才跑去出家的 没想到呢 事与愿违 竟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那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出家是心理上的不执着 好心理上的不执着 不是躲起来就会不执着 你没有碰到境界 你怎么知道你不执着 是不是 你没有钱 你当然不会执着钱啊 因为没得执着 是不是 你没有遇到困难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挫败 好 你没有遇到你爱的人 你怎么知道 你没有贪 是不是 所以呢 要在境界当中 行菩萨道 所以菩萨呢 不怕一切的众生 好 那不管是好的 坏的 顺的 逆的 他通通都能够 借这个境呢 来显出 他的发型 好 所以这是菩萨道 很不同的 一个真正的出家的意义 是不是 就是当你真正知道 出离烦恼 好 这是真正出家的意义的时候 你即使献出家相 有出家相的功德 好 所以 出 献一个清净的相啊 好 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好 这个是 这一次我在 那个小师傅的身上呢 好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样都是 这个年纪的小 小男孩 可是他 因为他献了这个相之后 特别引人注目 那特别容易度化众生 所以要不然他就跟一般的毛小孩一样 看了就讨厌 对不对 可是呢 因为他是 是出家了 上一次呢 这个残期结束 他就突然呢 发高烧 好 我们还把他寄养到树林家 好 这没想到呢 哎 这个树林的老公啊 好 从来呢 好 树林怎么样吃灾念佛行菩萨道呢 他都在旁边冷眼旁观的 好 从来的是不相应 好 好 那 哎 这个 但是呢 竟然为了这个小师傅啊 好 还一路护送从北部坐高铁 帮他护送到 好 这个南部 然后 人接到之后 他坐下一班 十分钟之后发车的车回台北 所以他也没有去逛 他也没有说 哎 顺便来逛逛看看 他就是专门来护送小师傅 然后我就问小师傅说 那你们在路上讲什么 他说一句话都没有讲 所以他就完全就是什么 护法的功德 有没有 就委托菩萨坐在他旁边这样子 哎 那这是非常重要啊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小师傅 自己一个人坐 他中间呢 都不知道会被牵到哪里去 就是有很多大妈都会在那个车上 很危 其实还蛮危险的 好 但是 但是你看 现那个像就又不一样 好 所以现这个清净的 出家的像 有佛像的功能啊 好 有佛像 那在家呢 有在家的功能 为什么 因为在家呢 哎 人家看不出来你修行 好 可以趁虚而入 是不是 哎 因为看到出家人 一般人就有防卫心 是不是 啊 你是在家 你看 度化众生于无形 更厉害 是不是 那 那这是 就是各有不同的功能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很很殊胜的因缘 就只要呢 你的发心 是正确的 好 是一致的 那自然而然 你所作所为 全部都回归到 这个菩萨 好 这个回归到菩提心 回归到求一切智 这件事情上 好 那这是我们一个 很殊胜的一种发心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下礼拜 我们 下一次上课是 11月9号 好 下一次上课是三个礼拜 以后 因为师傅要去澳洲一趟 好 所以11月9号 好 下一次 那我们要三个礼拜后 才会再见面了 好 是哦 他们这几个很厉害啊 这几个是两点半才下飞 一点半下飞机 是不是 好 是 两点半才到家 是不是 那我们是 我们也是两点半到家 嗯 现在还在这边 因为时空已经错乱了 是呀 好 我们来回向 来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 比丘 比丘 你 沙咪 沙咪 你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字句的 不失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敌意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得是冤亲同占恩 由私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那种至成礼佛三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向佛一问训